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跨年演唱会阵容 校战杨子再度合体 杨杨迪离热巴却是最大看点 不知不觉 双十一快到了 而2021也剩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各大电视台为了迎接新的一年也开始着手安排 往年热度都很高的跨年演唱会 而东方卫视最新曝出的顶配明星阵容 更是吸引一大批关注 从曝光中的名单来看 校战、杨子、李线等流量艺人的名字赫赫在列 网友对这三位偶像的关注度也是极高 李线当初凭借着和杨子出演《亲爱的热爱的依据》 从此翻身成为娱乐圈热度很高的演员 而面对这位昔日帮助自己成功上位的朋友 两人的感情自然无需多言 11.06是杨子的生日 李线自《亲爱的热爱的》播出之后 也是连续四年发文为杨子庆生 由此可见 李线确实对杨子有非常深厚的感激之情 但有趣的是 杨子本人生日 他自己都上部了热搜 反倒是校战 被网友轻轻松松就扶上了热搜 原因是杨子生日 但校战居然没有任何表示 这难免让爱操心的网友 关心其两人的关系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变化 于是纷纷搜索两人的关系进展 要知道 校战和杨子主演的《余生请多指教》 自开拍以来 热度一直居高不下 剧中两人的恋爱更是格外甜蜜 满足了不少人对于爱情的幻想 有不少粉丝也因此转向了校战 杨子的CP粉阵营 但两人的关系也不仅仅在迎评之上 除了剧中 校战和杨子在线下的互动也是非常甜蜜 这难免让不少网友认为两人的关系非同寻常 校战和杨子既是合作搭档 也是很好的朋友 但杨子生日 校战却没有任何表示 这多多少少有些说不过去 不过此次跨年演唱会的名单中 除了校战 杨子这对网友很看好的迎评CP之外 还有话题度很高的荣耀夫妇 杨阳和迪丽热巴两人的名字 也出现在了跨年演唱会的名单中 两人自从合作出演你是我的荣耀之外 热度更是上了一个层次 翘男靓女的组合再加上甜甜的恋爱 这对CP从一开播就很被网友开好 不少粉丝诚心祝福他们 这次跨年演唱会邀请两人同台献唱 势必也会再度掀起CP粉的狂欢 演唱会节目组真的是良苦用心 把流量拿捏得妥妥的 棒 无论是校战的才华遇上杨子的方采 还是热巴的美貌加上杨杨的颜值 绝对都是这次演唱会独一无二的看点 但目前公布的只是出席的名单 至于具体演唱什么歌曲还没确定 一旦有消息 余异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让我一起拭目以待吧 也希望艺人们都能够越来越好 文章的最后想问下大家你更看好 校战和杨子这一对 还是杨阳和迪丽热巴这一对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